蛋液淋上鐵板炒爐不高加蔥花 用早餐開啟新的一天 不過你有感受到嗎 吃外食要掏出來的銅板越來越多 幾乎吃的都是都有微微的挑戰 其實沒有比較多 然後現在要花更多錢在各種民生上這樣 以前吃可能50塊錢可以吃個便當吧 現在可能也要六七十塊 生活的東西或者是一些吃的用的 其實都在漲 有沒有漲價民眾最有感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二月最新統計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達百分之二點三六 連續七個月突破百分之二通膨亮紅燈 每戶家庭平均外食費支出 會比去年同期增加三百四十元 其中中西市早餐火鍋類漲幅最明顯 整體外食費漲百分之四點八 創十三年來最大漲幅 雞蛋更誇張供需失衡漲價近三成 麵包漲價則是受到全球物價影響 消費者業者都無奈 主計總處也分析 這波漲價受到烏爾戰爭影響 國際小麥價格狂飆 不業者提前下訂單 把七月八月的玉米都買齊了 八月前的所有的我們相關的玉米的數量 都不會有問題 布置原物料餐食漲價 國民飲料可口可樂也宣布六百毫升漲六塊錢 至於其他碳酸飲料四月開始也會依照不同的包裝調整價格 如今萬物起漲只有薪水不漲 市井小民也只能精打細算顧荷包 近期目 吳慧珊 須未成 曉博東